歡迎來到飛碟午餐 我是尹乃金 好 這個拜習會昨天結束了 然後各方的評論都出來了 都覺得說 拜習會呢 就是沒有 沒有什麼太大的突破了 就只是穩定而已 錯我的看法不一樣的 我認為呢 拜習會的成果以及它的擴散效應 比預期中的好 而且呢是穩定向好的這個發展 怎麼講 我們看這個習近平 拜登 他在這個拜習會結束之後呢 他今天呢 在APEC的峰會 跟這個企業高管發表演講的時候呢 當他講到說 他跟習近平已經同意恢復軍方公通 以減少誤判風險的時候 哇這句話講了 這與會者呢就熱烈掌聲啊 你就說 全世界的這個企業呢 全世界的國家呢 都在看中美兩大國的臉色 好就是 當你們能夠把你們的 呃風險控管穩定下來的時候 是全世界呢 最歡迎的訊息 所以說這個 呃他的穩定向好的氣氛呢 是向外擴散的 呃 當這個呃 而且還有另外一個觀察指標就說 到底呢 拜習會啊 你重不重視這個拜習會 當然後呢 拜習會的成果是如何 看一個國家的動向呢 你就最清楚了 那就是日本 日本呢 他就是在這種 呃中美的 這個氣候 這個之中呢 他就是非常擔心呢 他會蠟對的一個人 如果說呢 中美方呢 開始轉向啊 跟這個中國呢 要走向一個交往友好的這個路線的時候呢 這個呃 日本呢 一定是加倍貼上去的哈 當初這個尼克森 基辛吉派這個尼克森到呃 尼克森派基辛吉啊 到中國去的時候呢 你看 日本就很擔心啊 就非常的這個擔心呢 就很怕這個呃 美國 美國要跟中國 呃轉向之後呢 他會蠟對 所以他就趕快要跟這個 呃中國就 中國大陸呢 就是建立呃外交關係啦 比這個美國呢 早了那麼多年哈 所以這一次也是 當這個拜習會呢 就是已經開始 再去進行這個溝通 然後要去安排拜習會的時候呢 日本呢 就趕快呢 巴巴著呢 就一定要促成 然後表達了這個期望 希望能夠在呃 IPEC的時候呢 能夠跟習近平呢 岸田能夠跟習近平 見上一面啊 那果然是見到了啦 他就是在這個場邊的這個會晤啊 所以說拜習會重不重要 當然重要哈 就是全世界呢 都在看這兩個國家的領導人的臉色啊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呃這次拜習會的成果呢 呃我也認為 我也認為不像這個很多的評論認為 就是說啊有限啦 只是什麼錯 他依然還是一個我覺得對於中方來講 他比預期中好好 對整個的中美關係來講 他也是穩定向好的哈 呃為什麼呢 第一個我們從拜習會的談話的 談話的內容哈 從他會議中的這個內容 以及洩露出來的內容 以及呃拜登在記者會上面談談的 你就知道說雖然呢 這兩個呃元首呢 因為他們原本呢 就已經呃就說 他們不會有會後的這個聯合聲明啦 呃呃呃 記者會 所以大家都就認為說 呃呃 就降低這個呃 拜習會的這個期待 但是成果出來的之後呢 是 非常 是非常 對於中美關係來講 他就是一個穩定向好態勢 而他可以總結為三個結論啊 就是 兩岸穩 中美就穩啊 中美穩呢 世界就穩 好 而在這個兩岸穩的這個部分呢 很清楚的我們可以看到啊 在這一次呢 拜習會 以及這個會後的這個記者會來講呢 對於呃 中方來說 他最大的哈 他最大的收穫呢 就是讓這個拜登呢 從過去的戰略清晰 回到了這個戰略模糊啊 拜登呢 他在呃上任之後呢 他大概 起碼四次啊 就提到 如果說 嗯 大陸對台動武的話呢 呃 美國啊 就是美國呢 男男女女會出兵捍衛台灣 他講了起碼四次 好 所以呢 他起碼講了這個四次 前一兩次的時候呢 白宮的官員呢 都還出來這個否認 到後來他們就不否認了 他就不否認了 而拜登的這個表態呢 也讓這個民進黨政府呢 就認為說呢 這個是呢 呃 一旦呢 大陸呢 如果說對台灣 採取任何的這個軍事的行動的話呢 呃 美國呢 呃 起碼在這個拜登任內的話呢 就不會啊 就不會說 只是現在呢 打上這樣子一個嚇阻的策略呢 他會採取 會出兵捍衛這個台灣哈 但是呢 拜登呢 昨天在這個記者會上的時候 當這個記者呢 其實是由 呃 兩 一個 記者就問到說 北京對台動武的條件 一個是問北京干預台灣選舉 會有什麼樣的後果 他這次呢 就不再講 他這次就不再講 說啊 如果這個大陸對 呃 中國對台灣這個動武的話呢 我們的美國的男男女女呢 會出兵捍衛台灣 他就不再講了 他就只講是 就是又重申一個中國政策啊 所以你就知道 他回到這個戰略模糊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啊 為什麼他會回到這個戰略模糊 我覺得就是跟這個 呃 嗯 習近平 就是跟這個習近平呢 他屢次的 他們在跟這個 呃 跟這個美國談話的時候 都一直強調就是說 台灣問題呢 是中國呢 是中國不可 中美關係不可跨越的 第一條紅線 好 那你每次呢 那美國呢都覺得說 好像你中國都是說說而已啊 但是呢 從裴洛西來台之後呢 大陸的 維台軍演 然後到這個呃 蔡英文這一次到美國去訪問 今年到美國去訪問 然後賴清德呢 到美國去訪問 然後大陸連續的又是什麼 呃 環台軍演啊 這個軍演啊 那個軍演 就是你很清楚的 讓這個美國知道說 中國大陸在台灣的問題上面 不是隨便說說的 他會有 他是會有付諸行動 我跟你講了多少次 這是不可跨越的這個紅線 你不聽是吧 那我就展示給你看 所以說呢 呃 從來沒有什麼2027啊 呃 2035啊 要對台灣 這個 動武 動武的 這都是你們美國說的 我們沒有這樣講 他只是 他強調的是 大陸不會 大陸不會沒有理由的 啊 會是在這種 以武力 來去 完成統一 好這個是很重要的 但是呢 他也沒有承諾啊 他也沒有承諾說 都要放棄武力 好 他只是告訴你 好 他只是告訴你說 我們會有很多廣泛的 廣泛的一個情況之下 好 我們會採取各種各樣 那他希望 你美國支持 和平統一嘛 好 但是呢 他這樣子的講話 當呃 他在會中 習近平在會中 透露出來這個談話之後呢 呃 美國的這個官員呢 當然是故意的 要泄露給這個 美國之音知道 就是也要讓 像在這個美國的國內呢 製造了一種輿論的氣候 就是說我沒有啊 我從來沒有 說過 我要這個 2027 或是2035 要對台灣動武啊 這個這個形象 你 這個美國 美國 把中國呢塑造成是 要用武力來完成 統一的形象 是你們製造出來的 好 他是要達到這樣子 一個效果了 好 所以呢 雙方呢 各自表達了這個立場呢 而且呢 中國拿到他想要的這個部分 好 然後呢第三個呢 就是 呃拜登呢 在這一次這個拜習會時候 我們透過三件事情 一個老照片 車子 好 還有送花 好這三件事情呢 你就可以知道就說 呃中國 中國人呢 是會很吃 拜登呢 玩的這個老朋友的這一套的 好怎麼講 第一個呢 他在跟這個習近平會晤的時候呢 哎他手機呢 就秀出了一張這個老照片 啊 那個就是呢 習近平呢 在年輕的時候呢 第一次啊 訪問這個 美國的時候的那張的 這個老 到舊金山的 那個老照片 好 那在這種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呢 你就把 呃 把這個 習近平跟這個 美國之間的聯繫 以及呢 拜登呢 這個是屬於一個老派的政治人物啊 大家去套老交情的這個東西呢 給串聯起來的啊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呢 呃 大陸的這個媒體呢 這幾天呢 其實是鋪天蓋地的啊 一直在講這個 呃老照片啊 這張這個老照片呢 所傳達出來的 特殊的這個訊息啊 嗯 這是第一件事情啊 第二件事情呢 習近平 呃拜登呢 在送啊 在送 習近平的時候 會談結束 做習近平的時候 他就看到他那個坐車嗎 他就說 欸你這個車很漂亮 好 然後習近平剛介紹這紅旗啊 然後呢 拜登呢還去 欸看了一下啊 開了這個車 他們就把車門開了 他還探 探頭進去呢 看了一下車子啊 然後講到他自己的這個車子呢 就是野獸 好 就那種的親密的親密的這樣子的互動呢 呃 對於在 在這個影像上面的這個傳播上面呢 可以會讓大家覺得說啊 中美兩國的這個元首呢 果然是如同拜登所說的呢 他們是老朋友了啊 有老交情了哈 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是因為呢 呃 拜登呢就是提到 就是習近平也提到了就是說 呃拜登的生日這個快到了嘛 哈 然後呢這提醒他 他太太的生日呢也快到了啊 拜登跟這個彭麗媛的生日呢 是同一天 結果呃 習近平呢後來呃 拜登呢 還後來呢 還公開的這個跟習近平提醒 就說欸你要送花啊 你要記得呢 送花給這個彭麗媛 從這個呃 老照片 車子 跟送花這三件事情呢 就是那種很細緻的 這個很細緻的外交的這樣的操作呢 對於在中國大陸呢塑造這個輿論場呢 讓這個呃 習近平呢非常的有面子 這一招呢 在這個元首的交往上面呢 是 是挺有效的哈 所以呢 總結這三個部分呢 而且他們對於兩邊呢 各鄉有所讓的對於穩定世界局造成的氣氛 所以賣習慧的後續效應是穩定向好的